这张图是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数绘制的 地图上所标注的原点颜色越红越深表示空气质量越差 从图上可以看到表示空气质量危险及非常不健康的红点区域 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北部的五大湖地区和东部的中大西洋地区 连日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和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烟霾尤为严重 27号芝加哥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级别 28号早上底特律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了最严重的危险级别 一些民众说空气闻起来就像坐在烧烤架或者篝火旁边 他们长时间待在室外后出现了眼睛发炎甚至呼吸困难的现象 纽约州环境保护部28号发出警告称 未来几天纽约州的空气质量状况恐将恶化 爱奥瓦州自然资源部27号发布公告称 该州东部目前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达到了不健康的程度 预计未来几天空气污染水平可能还将上升 美国国家气象局建议 掩埋影响地区的居民减少在户外滞留的时间 如需前往户外建议佩戴N95口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